明以食为天 相信大家对这句成语并不陌生 除了我们日常已习惯的本土美食外 不同的国家地区也拥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 若是想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 通过食物或许就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当然每个人对于美食的定义都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重口味 有些人偏好健康饮食 有些人则是对肉类情有独钟 要说世界上公认哪个国家没有美食 或是缺乏饮食文化抵运 相信应该不会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 所以今天我们就搜集了网络上旅游者们的各种意见 整理出大家普遍认为哪个国家的饮食 没有特别之处外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在影片开始之前 大家就来动动脑筋猜一猜 世界之最 每周带你了解世界大小事物的排名 赶紧订阅起来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有趣的影片 好了吗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第五 北欧三国 北欧三国挪威 瑞典 芬兰 这些高纬度的国家有着相似的饮食文化 一般主食也十分相似 烹饪文化在过去一直被认为过于简单粗暴 由于日照不足 气候严寒 蔬菜和农作物种类选择较少 所以住在沿海地区的北欧人 食材大多数来自北大西洋新鲜的海产 同时也需养牲畜 例如 迅鹿肉是北欧美食的重要食材 这造成北欧人无肉不欢的饮食习惯 为了保存食物 北欧人喜欢以腌制 发酵 烟熏等方式保存肉类 而这一些口味重的肉类通常搭配黑麦制成口感硬又有点发酸味道的粗面包 作为主食食用 某程度上北欧人比较崇尚自然 健康和反扑归真 北欧菜系则延续了这样一种精神 追求的是大自然的原始美味 却也同时让人觉得单调乏味 除此之外 对于吃不完的鱼 北欧人会把它晒成鱼干或者做成罐头出口 而这就不得不提来自瑞典的废鱼罐头 这个黑暗料理是国际公认 世界上最臭的食物 甚至是当地也禁止在公共场合吃废鱼罐头 当然北欧的黑暗料理不止这一道 熏羊头 烟海雀 甘草糖 碱字鱼 臭鲨鱼肉 黑死酒 难怪在欧洲美食界当中也有一个传说 那就是住得越北 吃得越糟糕 第四 古巴 典型的古巴餐以猪肉 鱼和鸡肉等主食为主 并搭配米饭 豆类和根筋类蔬菜 由于曾被西班牙殖民的关系所影响 古巴菜的香料使用和烹饪技术主要以西班牙菜为基础 并融合了非洲和加勒比海菜的特色 形成本身独树一格的菜式 不过当地人口味普遍清淡 有尝过真正道地古巴家庭餐的朋友评价 饭菜没什么味道 连香味都闻不到 而这个原因就得从历史开始说起 自从美国于1961年与古巴断交 并对其实行经济 贸易和金融封锁 这导致当地农业基础偏弱 一般普遍的食材只能勉强满足供需 而中高级食材则严重缺乏 也正因为当地缺少调味料 香料 味道自然差一些 同时限制了烹饪方式和食材多样性 一般人民都吃黑豆 米饭和猪肉 很多食材 像是奶酪 牛肉或火鸡等都很稀缺 而且一般只提供游客消费以及出口海外 加上制裁后 民众普遍消费能力很有限 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对高端餐饮业的需求 这间接导致奢侈消费型的精细饮食文化匮乏 虽然美国和古巴的关系 有在近几年内改善许多 包括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和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但古巴的饮食文化想要迅速的发展起来 想必还需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印度 印度猜概括而言 就是一种简单食材 加主要调味料 加烹饪方式的组合 而它多种多样的调味料 造就了印度菜神秘而丰富的味道 印度菜在烹饪方法上与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因使用大量香料 食物以其辛香而闻名 而最著名的秘密武器就属灵魂调味料马沙拉 马沙拉是以磨碎的香料和香草干粉混合而成 没有统一的成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马沙拉 可以进行各种调味和烹饪 由于使用的香料种类非常多样 搭配后又会产生各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所以大多印度菜的味道确实蛮复杂 出现两极化的评论也就一点也不出奇 而印度菜的麦香方面也不令人开胃 糊糊状的一团的确很容易让人丧失食欲 不过为了将香料的味道发挥到极致 旧的长时间炖煮 食材自然都成了糊状 其次是印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素食者 在国内几乎不吃牛和猪肉 对于一些无肉不欢的外国人来说 能吃肉的食物种类就变得很少 尤其是外国人喜欢的快餐店麦当劳 在那里就完全没有你我都熟悉的巨无霸牛肉起司汉堡 除此之外 印度街边小吃的卫生程度 以及当地食水是否能安全饮用都在考量内 因为大多数的旅客都在吃后有上涂下泄的困扰 至于当地人已吃习惯了 自然没有问题 第二 韩国 传统的韩国料理或称韩食 是由新鲜天然食材制成的健康均衡膳食 尽管受到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但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烹饪特色 其中大家都熟知的韩国泡菜 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酵过的泡菜除了可以储存更长时间以外 天然成分中的有益细菌 不仅可以增强食物的味道 据说还可以提高其营养成分 在韩国饮食文化中 食物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受所使用的香料和调味品的影响 除了辣椒 韩国还消耗大量大蒜 洋葱 大葱和生姜来调味 相信这也许是外国人比较难以接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人喜欢在盛夏吃热菜 以热供热 在夏季最热的几天 一边吃着滚烫的僧鸡汤 一边叫着好凉快 这也是外国人最难以理解的文化之一 除此之外 外国游客大多数评价韩国餐单调品种少 口味不是辣就是酸 也非常不理解胃和炸鸡 烤肉和泡面 这些普遍都能吃到的食物可以被当成韩国美食 另外根据一项调查发现 外国人最不能接受的韩国三大料理 分别是酱油生蟹 大酱汤和活章鱼 其中用酱油腌制的生螃蟹被认为是最难以入口的食物 也有部分人表示不喜欢大酱汤浓烈的味道 以及无法接受生吞章鱼 第一 英国 长期以来 英国美食一直被归类到单调乏味 甚至是糟糕的级别 印象中英国最著名的只有炸鱼薯条 美国经常嘲笑以肉汁为主的英国菜 而欧洲他国则经常开玩笑 说英国菜主过头 很多关于英国烹饪文化皆追溯自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 当时的人们劳累了一天后 缺乏时间烹饪 很多家庭对食物的要求 仅是快速填饱肚子和便宜 因此偏好吃简单调味的肉类与蔬菜 一些农村的祖传菜谱逐渐失传 刚才提到的英国人喜欢把蔬菜炖煮而被批评 这其实也跟维多利亚时期的饮食卫生观念有关系 当时的人卫生条件有限 不吃生食 食物都必须经过彻底烹煮杀菌才能安心食用 因此传统英式餐厅的配菜并不常见生菜沙拉 而是煮熟的蔬菜搭配肉类 除此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对英国饮食文化产生冲击 当时英国有三分之二的食物都依赖进口 自德军对英国进行海上封锁后 因食品原料与调味品锐减 而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度 对当时本就不多的英国美食传统 更是遭受到了超严重的打击 不过 随着战争的结束 近几十年来 英国饮食文化又再次富饶起来 也许抛弃过去的固有印象 在彻底放弃英国食物之前 可以尝试后再来评估也不迟 影片的最后 要强调的是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好吃的跟不好吃的美食 所以这期的排名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如果有什么意见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世界之最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